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两国元首宣布将中级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盖莱总统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举办的所有峰会,是论坛一路成长壮大的见证者和促进者,我对此高度赞赏,愿同你密切协作,推动这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终极建交45周年,45年来,中级两国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经济合作互利互惠,人民往来相知相亲,堪称难难合作的典范。 中方愿同吉方一道,传承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发挥互学互建的宝贵经验,拉紧合作共赢的利益纽带,凝聚和平共处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新成果。 中方愿支持吉方运营好亚籍铁路、国际自由贸易区等项目,打造地区商贸物流枢纽,共同运营好非洲首个鲁班工房,帮助吉部提培养更多经济建设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中方支持吉方履行政府间发展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为非洲支角乃至非洲地区的和平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盖莱表示,我每次访华都深感、宾至如归,感谢中方的周到热情安排。 吉中关系已经走过45年,这是中国快速发展和吉中关系快速发展相伴的45年。 感谢中方为吉部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宝贵帮助。 吉方对吉中关系呈现的活力感到满意, 愿同中方继续推进亚籍铁路等重要项目,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当前国际地区形势下,吉方期待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 为促进地区安全与发展做出共同努力。 相信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一定取得圆满成功, 进一步助力非洲国家发展。 峰会期间,中级双方签署经贸、发展、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文件。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